- 你是挑正面反面吗? 欢迎来到白狮公主的副频道 吃鬼话的脸品时间 我是小奶怪 今天的主题是要讲一个关于娃娃的故事 娃娃你们应该要紧张吧 那应该蛮可爱的 投稿者是Betty 我会以她的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 所以你现在是Betty Chi 对我是Betty Chi 我的父母亲从小就临眼 因此我是跟着爸爸一起生活 我还有弟弟跟妹妹 然后她就跟着妈妈 但因为我妈妈她在外县市工作 所以呢就把我的弟弟妹妹 托给乡下的阿公阿嬷 那我们的乡下呢在苗栗 每年暑假呢 我都会去苗栗找我的弟弟妹妹玩 我们的感情还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诶 别说有事好不好 快点 他跌倒了咩 天啊 我可以带去吗买吗 走开啊快点下 那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家 他不是那么的收处这种 他其实是我妈 他要在外县市工作前才买的房子 所以呢我们并没有住很久 记得呢 那时候去找我的弟弟妹妹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其实他们一个人在阿嬷家都会很害怕 因为呢 常常看到黑影跑来跑去 你很会穿衣服的我发现 对耶 他有Dress Co 上次是白衣女子嘛 这次是黑 但是呢 我跟阿嬷讲 阿嬷只会说 你也认为人不要说白钢啦 白痴喔 阿嬷又不会像白痴喔 但是呢我的弟妹还是很开心呢 我每年暑假都会过去陪他们 而且我每次去阿嬷家的时候 我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或黑影 那我也只当作说 妹妹呢 是在跟我撒娇想要我陪她而已 姐姐陪我啊啊啊 直到呢 某一年暑假那件事情发生了 大概是我五年级的时候 我一样就开开心心的回乡下玩 那我的阿嬷就带我们到外面逛街 那我跟我妹呢 就是在路边探 一人买了一个洋娃娃回家 晚上的时候 我跟我妹 就把房间内的木头电视柜的 其中一个抽屉清空 把它布置成洋娃娃的房间 啊 我也有 这超可爱的 应该每个人都做过吧 只是我没有做过 我会觉得这个画面很可爱 是因为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库鲁魔法室 然后小姨就帮小可布置了一个抽屉 那就是小可的房间 然后我还拿了一个小房间 当作小伯伯 帮他们盖枕 小伯伯 嘿嘿嘿嘿 嘿嘿 到了大概半夜一点多 我的阿嬷和弟弟妹妹都已经睡了 而我睡不着 所以我就要打开电视看索马频道 真的喔 不是啦 然后我就突然听到前方电视柜那里 传出的齐齐楚楚像两个人在讲 憔悉话的讯音 姐姐在看索马频道 啊 那有呢 哈哈哈哈哈哈 一开始我以为是电视的讯号声 所以呢我就把电视关掉 再打开 关掉 再打开 当我关掉电视的时候 依然有听到那个声音 哦 他不想要看索马频道了吗 他不会吧 呵呵 年轻小小的就看索马频道 可是持续了大概五秒 好像是被人发现了一样 又突然停止了那个谈论的声音了 后来我又再度把电视打开 去 刚开始没有听到那个齐齐楚楚的声音 可是大概过了五分钟又出现了 戴口罩 戴口罩 穿时尚阿田口罩 贴口罩也要戴口罩 这就是 时尚剪穿阿田的口罩 1月13号之后 小三每日的线上跟实体店面就可以买到 阿田口罩 看市每人有卖 是我的口罩 打开了打开了 再看索马频道了 我一样又再把电视关了起来 到底是怎样 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呢情形也是一样 疑似发现了我听到他们的声音 又停止了 齐齐楚楚的讨论声 我不死心 因为我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是电视坏掉了 有可能 在经过多次的确认之后 我非常的肯定 那个声音是从电视下方的电视柜的抽屉里面传来的 而那个抽屉里面就是放着 白天我和妹妹放的洋娃娃的那个抽屉 接着我就听到 call的一声 好像是有人敲了木头一下 我吓得赶快关掉电视 躲到棉被里面 超级害怕的 但是不知不觉就 睡着了 隔天一掌 醒来了 我一起床就看到我的妹妹 坐在床尾 看着抽屉里面的洋娃娃 call 我问她 妹妹 怎么了 姐姐 那个洋娃娃的手 举起来了 我就赶快跑过去看 就真的看到一个洋娃娃的手 就举在上方 啊 她长得好可怕 而且刚好就碰着那个抽屉 我真的觉得吓到了 我就问妹妹说 你是不是自己扳她的手还是怎么样 那妹妹说 其实她是刚起床 正想要拿洋娃娃玩的时候 就刚好看到这一幕 吓到不敢动 然后就坐着等我起床 所以她也刚醒 对 然后我就想到 昨晚听到的 call的那一声 所以那是洋娃娃 敲的声音吗 我就跟妹妹说 算了洋娃娃不要玩好了 我们就把她丢了吧 但我们也不敢跟大人讲 因为觉得大人也不会相信 因为阿嬷 后来我就回北部上课 那我也渐渐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过了两年之后呢 我的妈妈就回到了阿嬷家 那也没多久 我们又搬家了 所以我们的阿嬷也没有在住那里了 直到有一年 妈妈开车 在我们刚好经过那间房子 我才问说 为什么妈我们当初要搬家 妈就说 她刚搬家的时候 就觉得家里常常怪怪的 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 啊 妈 娃娃比巴克的声音 后来她请问师傅来家里看看 师傅说 这间房子已经有人住了 你们打扰到他们了 师傅还对着我妈说 您老母应该知道 就是我的阿嬷其实应该知道 后来我妈问了阿嬷 阿嬷就说 这就是为什么 阿嬷的房间明明在二楼 一个人起来叫她 而且还捏她的脚 我真正很害怕 我也害怕 我也很害怕 我说你不要动出来 我说你不要动出来 看到了 哈哈哈 阿嬷又不想让她的女儿和孙女 担心睡才没有讲 后来我妈才决定马上搬家 而且搬家的时候师傅还交代说 你们不可以在家里面要讲搬家 这种词 或者是新家的弟子哦 不然他们就会跟着你一起过去 哦 我忘了补充了 后来在跟老母聊 洋娃娃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想起 其实呢 在我们搬进去之前 坐在那边的住户 的确是有两个小孩 所以我在想说 我听到的声音是因为 他们在抢娃娃吧 所以可能不是洋娃娃在动 哦 而是开抽屉 在玩娃娃没有错 这不是鬼娃娃 不是 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娃娃很可怕 所以你们看到我的娃娃 都是像这种 他不是娃娃 没有眼睛的 那你那边骑杀那些人呢 他们长得不像人啊 要么就像老二 呵呵 就是 什么拼啊 诶 我不是很饿 哈哈哈哈 你这样子面试不会 他自己配音配搓 呵呵 好可爱哟 大家如果有想要投稿的 欢迎投稿哦 我们 下次见 我觉得娃娃再怎么样 都没有吃表面的那个 兔头 你才啃不过 你才啃不过 很可怕 对啊 你才啃不过 然后他们就很可爱 你 你有梦过他吗 我很想要梦到他 但没有 那个蛮可怕 嗯 听说有一个白痴公主 无马频道 会放一些奇怪的东西 不是奇怪 可能会放一些废片 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订阅 靠腰 哈哈哈哈